我是四哥我在苏州 我在苏州吴中区的游王梦了 我在逛这个商场 逛到一半啊 这个肚子有点饿了 准备在这包里面的东西吃一下 顺便看一下苏州消费 大概什么情况 好的我们走 好的问题不是很大 我现在在商场的二楼 二楼这边啊 好像是卖衣服的比较多 这是一个人气还不错的商场 楼下是卖车的 准备去商场一楼 高点东西吃一下 永旺啊 跟一般的商场不一样 他的餐饮区啊 在一楼 一般的商场是在顶楼 至少是三楼或者四楼 但是永旺啊 还是在一楼 那边是奶茶店 卖王茶几和这个七分片 这两个就不喝了 因为到处都是 准备搞点 小吃 看一下有什么小吃 但是在那个方向 这边主要是卖衣服和这个珠宝 准备去找一下有什么吃的 这个商场的设计啊 还是不错的 中间有很多的这个座椅 供顾客休息 非常方便 因为 逛商场啊 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这边是特斯拉专卖店 新款的摩托三已经上市了 442专卖店 好像没看到什么吃的 我记得是一楼有很多吃的 难道是在外面吗 准备去外面看一下 这是一家卖化妆品的调色师 准备往外面走 我看到星巴克了 应该就在那个方向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六点多 我来到这个美食街了 准备看一下 有什么吃的 看我能不能找到一家想吃的店 这是商场一楼 你敢信吗 一楼都是吃的 把技有 把技有 凌波也有 没什么特别的 我想搞点 特别的东西吃一样 免费充电一小时 你在这里借个充电宝啊 可以免费充一小时 但这个人还是挺多的 虽然今天不是周末 但是人还是不少的 接着往前走 这是一家火锅店 里面已经坐无虚席了 我感觉 这边好像 没找到我想吃的 我只能往那个方向接着走来 到这里几乎就没有了 我们接着 好的 这边大概还有一半的店铺 我准备看一下 希望我能找到一家 我想吃的 太不容易了 这边是大餐厅 方师傅牛肉面 牛肉面就不吃了 黑白电视 长沙吃货 这个好像可以 到时候要是没找到什么 吃的 就来这吃吧 这个蛋包饭 我吃过感觉一般般 有点小贵 也不是很好吃 我看到这个 萨利亚餐厅了 这个地方不会是之前 那个上海败家仔 跟那个 月月一起来吃饭的地方吧 应该是这里 我记得是这里 有知道的网友可以 停价一下 生煎 大晚上就不吃生煎了 好的 没找到什么东西 也只能去吃那个 长沙吃货铺了 准备掉头 只能吃长沙 吃货铺走起 就在那个方向 我的窝金点完了 给你们拍一下 店里的环境 非常的股色股香 准备等待上桌 现在顾客不多 好的 我点的牛杂面 已经上来了 牛肉还是挺多的 准备尝一下 还有一碗冰粉 稍等一下 这个是冰糖 银耳根 还是不错的 就这么两个东西 准备开吃 好的 我已经吃完了 吃的我有点辣 那个面 虽然我点的是微辣 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辣 不配是长沙的餐饮店 然后那个冰糖 莲子羹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挺好吃的 这两个东西 一共花了35 感觉有点小贵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价格 有什么办法 可以在评论区评论一下 好的 我准备溜了 视频啊 就给你们拍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